哈喽哈喽哈喽 跟大家正好聊一事啊 就是关于我们这次做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叫做自由观 这个节目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就是脱胎于越野路书 因为你还有印象吗 就是之前我们在越野路书的时候 有一些呢是比较难的那种穿越路段 然后也有一些呢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一些的那种偏人文 偏旅游的类型的节目 但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呢就会抱着一个 哎我想看比较精彩的越野的路段的 一个心态 然后去看到一个 哎比较偏人文旅游的版本的越野路书 那它在心理上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落差 虽然这个节目后来我们也检讨过 因为我们真的把一些人文呀 历史啊都挖得很深 但是依然这是心理预期的问题 所以我们呢就决定把这一类 没有这种比较困难的穿越路线的 类型的节目的越野路书 给它分出来 那分成一个新的分支叫做自由观 那越野路书呢 我们依然会继续保留继续做 那以后在所有的越野路书里呢 都会或轻或重或多或少 有一些难度的这种穿越的情节 但是在这个自由观里 那相对来说就比较放松 比较偏人文历史 比较偏旅游的这么一种感受了 而且在车型的选择上呢 那这个在越野路书那边选择的车型 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越野属性 而在这个自由观这边选择车型的时候呢 那可能就应该是城市型SUV旅行车 甚至是轿车 因为它并不会去到那么有困难的路段 那基本上公路啊 或者一些些简单的土路 也就是到那个情况了 然后更多的呢 在自由观这个节目里注重的是人文啊 历史啊 还有像一些这种地理的知识啊 等等等等 来跟大家去一起聊一聊 是另外一种感受 对 所以自由观呢 可能会让你看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而且呢 自由观所选择的路线 也更适合你自己随便抄起一台车 就能够去到那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类可能会更跟你贴近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啊 就是在自由观这个新的节目里边 我的搭档也会有一位全新的面孔 这个是吧 我在这就不跟你剧透了 到时候你在节目里自己去找找那个小的惊喜 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观节目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 我们带领了大家去过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游览了大全世界的各种精彩 在国内呢 我们曾经前往过青藏高原去探索三江水的源头 抵达过死亡之海罗布泊 去寻找野骆驼的尸骨 也穿越过世界上最为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 而在海外呢 我们登顶过欧洲最大的瓦特纳冰川 也曾前往过世界的尽头 南极洲和北冰洋 在这档全新节目的第一季当中呢 我们来到了被两大洋所加持的美国 即将从太平洋的东岸天使之城洛杉矶出发 在美国的西部呢 开启一段既丰富又精彩的旅程 我们呢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死亡谷国家公园了 哎呦太爽了 太热死我了 真的 看到那了吗 半身腰上有一个标志写着C-level 那个就是海星线 在2017年的时候呢 就有人在那个酒店非常高层的房间 向着人群用枪械来扫射 我们现在呢是在洛杉矶 森德莫尼卡的这个海滩上 然后此时此刻我们是站在这个战桥上 然后这次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搭档 就是惠姐 哈喽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跟郑哥一起来到令人向往的美国西部 惠姐呢平时也是在世界各地去旅游 同时呢她也会去拍照很多美景啊 人文啊等等等等 而这次的行程里呢 惠姐呢就是我们团队里的摄影师 也会用她的这个镜头呢 去记录我们整个行程里的精彩的片段 是的 除此之外我还会在每期节目里选择一个特别的景观 给大家制作一张精美的壁纸 也同时希望呢我能够把我的一些感悟传递给大家 OK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们现在就已经出发了啊 已经离开洛杉矶了而这一次我们要去到那么低地是哪呢 就是美国境内的这个洛基山脉 因为一说到洛基山脉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我们之前呢也去到过加拿大那部分的洛基山脉 然后月月路书呢也是沿着整个加拿大境内的洛基山脉 一路前进啊 一直进了北极圈 那其实洛基山脉对于整个北美洲来说呢 就相当于北美洲的一个脊梁 因为它是整个纵贯了北美洲的这么一个山脉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把洛基山脉 美国境内的洛基山脉作为我们的目击地 那这样一来呢就和我们之前的内容 哎 凉贯起来了 看见这车了吗 眼熟吧 就跟上一次我们的拍摄一样 用的都是这个斯巴鲁的森林人 只不过这次啊 我们也不会有那种太重度的越野了 不过呢会有一些像露营啊 还有走一些这种不是特别高强度非铺装路面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的确从上一次的表现来看 它的油耗啊 皮式耐用度啊 还有它这个装载的空间啊 然后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4G系统 总体的表现挺不错的 所以这次依然会继续用它 然后说到这次我们的目击地 这个洛基山脉呢 我们在到达那之前 还有200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要开呢 而且其实我们在这一段路程里 也会有非常多精彩好玩的事 您就等会看吧 要说起美国啊 它可是一个旅游业非常发达的国家 在美国旅行呢 除了可以感受到这儿非常高度 现代化以及多元开放的文化之外 观赏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呢 也是一大亮点 而要想领略这些自然风光 那么国家公园肯定是一个必选项 那么我们本次旅程的第一站啊 就是加州最著名的 位于内华达山脉东路的死亡谷 国家公园 这座国家公园呢 由几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和长条状的 狭长谷地所组成 几座高耸的山脉呢 阻隔了水汽 使这个降水啊 大多数都集中在了迎风坡 而很少到达这个背风坡 那么这种被称作 雨影效应的地理现象呢 就使得这个死亡谷国家公园 变得异常的炎热和干旱 成为了世界上最热的地方之一 在这种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呢 死亡谷的动植物种类非常的稀少 有些区域甚至是寸草不生 不过虽然被视为危险之地啊 人们呢 却并没有因此往而止步 因为在这边呢 你可以领略到大自然塑造出的 各种有趣奇特的地质景观 现在我们已经进来了啊 进到这个死亡谷国家公园了 然后整个北美地区的这个国家公园的设定呢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儿呢 就跟我们之前去过的这个班夫国家公园都样 都是在这个国家公园里 有这种正常通勤的大公路 然后也会有像旅店啊 等等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 然后在这个死亡谷国家公园里有一个点啊 是必须你来到这儿去看一眼的一个地儿 叫什么呢 叫Bedwater的一个盆地 那这个盆地呢 其实是整个美国在海拔的一个最低点 同时也是整个北美地区的一个海拔的最低点 然后这名很有意思啊 Bedwater 那文艺一点说就叫做饿水盆地 那稍微北京话一点就是外水盆地 现在就直奔那个Bedwater了 然后咱们再去到 中文艺的鹹会 比bt提高 不要十多不容易 Jews 郭萱氏 应该要 HIV 性 咱们大象 key 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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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去到那 感受一下 我刚刚在那边看到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是说 这个地方原来有个人走到这 然后他的驴特别想喝水 可是发现这个盐碱水特别咸 根本没办法喝 所以这个人就在地图上标上了 bad water 但这个水呢 咸归咸 但是并没有什么毒性 并不是所谓的什么死亡之水 看见那个半山腰上面 那个白色的标志了吗 那个就是海平面 叫标志 而此时此刻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几乎快要到了这个北美 也是美国的海拔的最低点了 其实如果没有那个参照物的话 你是根本没有概念的 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有多低 那比如说之前我们去到爱丁湖 就是中国的那个海拔的最低点 其实要比这还要更低 低好几十米呢 可是你也完全没有感觉 对吗 就是因为没有参照物 另外还有就是这片岩地的形成啊 这个最低点的盆地的形成 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岩湖里的湖水被蒸发掉了 跟爱丁湖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但是呢 你看到这边这个地面上的形状了吗 都是这种大篮子的形状 这个呢 是跟爱丁湖那个表面有所不同的一个点 这种奇怪的地貌呢 叫做盐盘均裂 实际上呢 饿水盆地是一个内流盆地 除了降水和山区洪水之外呢 饿水盆地并没有其他外部水系 可以向它持续的补充水量 而干寒的气候呢 是这边的平均年蒸发量 是要远远高于年降水量的 所以当水分蒸发之后呢 水中的碳酸盐 硫酸盐 还有盐酸盐等等这些矿物质 蒸发结晶 随着地下水位的降低呢 而不断地填充均裂的土地 在持续的形状之后啊 最终就形成了这种碗状 或者是蜂窝状的盐壳 之前来这儿人家都说得带唇膏 结果你看这天热的唇膏都化了 你知道吗 就直接 真的是 一会儿出去就一滩水 这是人来的地儿吗 现在真的就我们的节目啊 你说最冷的地儿去了南极 对吧 这个相机一掏出来 也立刻就关机 然后现在又跑到这地球上最热的地儿 所以现在我们的拍摄设备在这儿啊 也自动关机 为什么 过热 太热 那片云什么时候过来 这有人写了个拯救地球 其实这个地儿啊 你要说拯救地球 或者说拯救星球 不至于 因为这个地儿它就这样 并不是说人为把它破坏成这样的 这是纯天然的 大家保持这个状态 别去侵犯它就OK了 然后还有啊 看这儿 是盐水吗 在整个这么热的地方 这儿有小弯水 看来 你尝尝 我不尝 我肚子里坏水很多 所以这个Badwater我就不尝了 石头剪刀布 谁说谁舔一口 来石头剪刀布 来嘛 石头剪刀 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 郑哥不好意思 没给你背水啊 hold住了一会儿 是特别咸的 人真说的 真的咸 而且我不知道有多少双鞋 踩在过里边 但确实是咸的 五八十三米 八十四米 那差不多就是这周围了 因为这也没有一个标志 但基本上你看都是一个大平面的 然后这儿理论上的最低的海拔点 应该是负的85.5米 或者86米 对 大概这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儿还有一点 你知道吗 还有一点 这儿的地壳 是在逐年的变得更薄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看到这个峡谷了吗 它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就是地壳的拉伸形成的 然后现在这个地壳还在不停的运动 所以这个峡谷它还在被拉伸 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壳 理论上也是整个地球上最薄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刚刚也看了一下 现在的气温有41度 聚热 还好 你知道这儿最高温度 测得的是零上56.7度 我之前有同事去到过零上50度的地儿 你看我现在的汗出了 你还能看见一点点对吧 但是在零上50度的地儿 当你出了汗之后立刻就蒸发掉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儿叫死亡谷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总之就是这个地儿 对于咱们的行程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 特别纪念意义 我都走到这么低的地方 对啊 所以这个地儿待会儿咱们应该合个影啊 拍拍照啊 做个打卡的地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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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那儿就有一个 对 主要看到后边有一个印 画了一个红线 对啊 这就是它走过来的轨迹 对 就是你离远了 好发现 但你离近了 可能你不容易看到 你看这个 你离近了看不出来 但是你离远了 你能看到这儿一个白印 看见了吗 它从起码大概10米以外过来的 然后它在这儿也待了一段了 你看最后一堆泥 行 给它搁在这儿 好不容易摊 走了那么久 走到这儿了 然后那边也有 看到了吗 而且有特别大块的 这小块的我还能理解 这大块的你说的怎么能滑出这么长一个印 然后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地面上的这种石头了吗 有大的有小的 从哪来的啊 这个很明显了 就是从两边的山上这么滚下来的 但是你还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点 就是这儿的石头滚到这儿之后呢 就开始自己会移动 然后整个这个区域呢 就会像一个赛道一样 所有的这些石头都在向不同的方向玩命的移动 然后在后面还会拉出一条线 就是它移动的这个印记 所以这个地儿 刚才那儿那牌子 记得吗 叫race strike 像一个赛道一样 并不是说让人让车来比赛 而是这些石头与石头之间好像在比赛 然后这种现象啊 据说全世界只有在这个死亡谷 干涸的湖盆里才有这种现象 你看这块石头的运动轨迹就非常明显 但是由于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 光线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们的设备 由于光的原因不足以拍的那么明显 可是用肉眼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一条运动轨迹 人们说它奇怪的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说是因为重力的原因 那这些石头应该朝着湖盆的中心点走 但是它们没有 它们都是不同的方向 而且每块石头下面都有一滩淤泥 这明显是石头停止运动之后泥被晒干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啊 就是你说这满地的石头大大小小的 它为什么能走 因为很多之前的说法啊 就是一些科学家们呢会说 这个石头之所以能走是因为龙卷风 是因为微生物 是因为这个磁场等等等等 然后呢还有这个更加不靠谱的说法 说什么闹鬼的 说什么灵异现象 那就更加更加的玄乎了 特别特别的补贴 然后这两年我也看到 有一波科学家 他真的就是去观察了整个这个 会走路的石头 它移动或者说是它走路的这个过程 它们怎么操作的呢 它们是把一个特制的这种GPS设备 固定在很多块石头上 然后观察这些石头的移动 观察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你说的两话 终于是弄清楚了这些所谓的 会走路的石头 它究竟是怎么走的路 根据科学家们的实验和观测 石头想要走路呢 是需要同时满足各种条件的 首先呢是降水 水量需要不多也不少 在夜晚气温降低的时候呢 形成一层薄冰 但不能包裹住石头 冰层呢也要保护适中 既可以保证石头在上面自由的移动 同时呢又要具备一定的强度 保证石头不会把冰层压碎 而当白天气温升高之后呢 冰层会逐渐的融化破裂 进而呢形成大块的浮冰 这样一来呢 当风推动浮冰的时候 石头呢就可以发生移动了 那么在等到水分蒸发 跑道一样的轨迹呢 就留在了地面上 而他们的这个轨迹之所以方向不同啊 就是因为风 地震灵 我们是乐的 地震灵 要以为风 非常地震灵 这需要非常地震灵 解捷 一条的 你们 估计 继续 并不断 这是 什么 突然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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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